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今天在飞机口看到有人在引怪刷甲 哎呦喂主人公居然是咸鱼也喝的 那小强可得凑一凑热闹了 本来以为是比岸银点人在引怪 但聊了才知道原来他也是来看热闹的 看来是那个刷甲的小伙子已经走了 圣龙那是温度太高了 想战者都在疯狂扣血还是得做个小风散出来 本来想继续看热闹的 没想比岸的人把怪都清掉了 戏还没唱完了怎么能让他停呢 比岸的人走了那小强就受点土 再帮他移植过来难得见到咸鱼的人在挂机 不好要刷补奖那就太可惜了 这个感染者的仇恨范围挺广的居然可以拉这么远 来来来快点往这边来你的小媳妇在这里呢 丢个世纪回回血免色的一下子就倒下了 好人做到底咱们顺便加把火刷甲的速度肯定会更快 这场景看着真是赏心悦目啊 哎这大星期想干嘛怎么又把怪给亲了 小强赢了半天才引过来的太可惜了 看来他是要保咸鱼的人这就很难受 有个夹屎棍在旁边咱们是不可能继续引怪的 真扫兴啊继续耗贼也没用 咱们还是回家吧 哎小蒙突然失掉我说到家来了个很厉害的拆架贼 这可不能扔了赶紧全副武装过去帮忙 哪呢那小姐的小伙子在哪呢 我去怎么进门这么多油桶啊 大哥们你们是不是炸出人了想是来帮忙的 父亲一个脚印都没有看来是小蒙下了圈套呀 这个铁汉汉还以为油桶能把小强灭掉呢 真是傻的可爱 那些油桶罩我也就二十五滴血跟脑痒痒差不多 凭这些铁罐子就想坑我真是太天生了 小蒙妈是还不使劲居然还在把油桶挣 行吧 难得竟然这么有性质 那想就好好的配合一下 来你们想炸弄都行想就站中间给你们炸 哎呦喂场景很震撼伤害很感人 那半天也就炸出三十五滴血想都无欲了 就这伤害我站着不动给你们炸半天也制裁不了我 给他们降低下难度咱们把头盔和护盾都给拖了 本来以为来了个厉害的角色 可是我早知道就该穿彩夹过来了现在带的装备都太强 他们得炸到红年满月啊 哎呦喂又摆了一大堆的油桶看着头皮发麻 虽然知道伤害不高 但起来也没有给女的爱好 效果很震撼的屏幕都抖的不成样子了 没想到最后放了咱们了是一个男幼哉的萌姓 我还以为是小蒙亲自操刀难 总算结束了他们应该玩猩猩了吧 既然接着欢喜那咱们就赶紧溜吧 再不走的话 指不定小蒙要搞出一些奇怪怪的东西 好了 那每期视频就先这里我是翔我们下期见拜拜